您有易通新留言 自从出社会以后 感觉花钱的速度比以前都快上了好几倍 上班的路上手机滑一滑就下单买了本书 休息时间跟着朋友一起团购小点心 下班以后再到外送平台上点个晚餐 看似很平常的一天却日复一日进行着 每次到了月底都只能吃泡面的时候 才开始认真思考 为什么钱包里面又只剩下一百块钱和几个铜板 究竟钱都被花去哪了 这就是身为月光族的我月底的写照 日子就像是被时间和金钱追着跑 感觉永远都不够用一样 就在我满脑子都想着没有钱 心情很糟的时候 看到一篇故事 有一对超过八十岁的夫妻 在市场里专买水煎包 一颗五块钱的水煎包一天卖一千颗 一年只休息五天 二十几年来不曾改变 每天凌晨三点半起床 亲手揉面团包内馅 掰起两个大平底锅 开始一天的生意 刚开始是为了打拼养家 下雨天都得出来做 省吃俭用 几年下来 总算存了一些积蓄 甚至还存了四块五两重的金块 但是没想到 这些金块并没有让他们的生活 更加的幸福 反而带来了烦恼 因为担心有人会偷走金块 所以特别把他们藏在床底下 可还是没有办法消除心中的不安 直到夫妻俩听到正眼法师的开示 舍去外在的钱财 也舍去内在的烦恼 尽快带来麻烦 害怕与不安 不如换成砖块 不怕人偷 又可以帮助灾民有房子住 很值得 也更有意义 当下他们就决定 要将金块捐出去 换了两间房子给灾民住 没了金块的两人 反而轻松自在 还因为帮助了人 感觉很幸福 后来这对夫妻 如常地卖着水煎包 收入也只留下三餐所需 其余的全部都捐出去 生活也因为简朴 而更加有温度 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曾说过 如果你把金钱当成上帝 他便会像魔鬼一样折磨你 看到这对夫妻 在想想自己 没有钱的时候 不知道生活该怎么过 有了钱以后 又开始担心钱不够用 既然有钱跟没钱 心里都不踏实 或许生活过得简单点 烦恼就能少一些了吧 您的留言已完成 如有其他辛勤留言 请到多用心FB 或是多用心Podcast 进行留言 下次见